第156集 老鼠经 上一集说到啊 孙悟空和猪八戒要去抓那个妖精 他们跟着两个小妖怪走了一二十里 这里对应着明确的两个时间点 我接下来呢会详细说到 现在我们一起进入神秘的西游世界 我们看看啊 就这个时候猪八戒说 师父被日理鬼拿走了 而孙悟空呢马上就说 猪八戒你好眼力啊 一下子看出来他的本相 这个本相是什么呢 这说的就是那个大妖怪 就是原来被打跑的那个女妖精 是日本人培养的 这正说的是孙大炮 他一生中关键时候全在日本 你看他那两个幼女是日本人送上来的 而且除了这个 日本人给他提供了场地资金 轻力的培养他 所以啊孙大炮真正的后台 在人间范围内是日本人 这就是日理鬼的含义了 我直接说吧 所有的卖国贼和汉奸 他有一个人间的服务对象 我拿于谦举例啊 于谦他是观音菩萨那个宠物 但是他在人间 他不是直接为这个观音服务的 他在人间 就是我们看到的 是他给蒙古人各种物资 盔甲呀武器呀粮食呀药品呀 他扶持美股人壮 蒙古人壮大 这个孙大炮现在是情况掉过来 当时日本比中国强大 但是日本很小 他们要谋求侵略中国 所以呢 他们要提前扶持一个自己的代理人 这个代理人就是孙大炮 不过呢 到了民国这个时候 国际的政治局势就很复杂了 所以孙大炮身后 不是只有一股外国势力支持他 他背后有很多外国势力 我是说占主导地位的是日本 这就是日理鬼的含义了 这个妖怪钻进洞啊 这个洞什么样子呢 又代表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看啊 这个洞啊 玲珑剔透 说的就是这帮人 或者说这个妖怪 心眼特别多 我现在要提前说一下啊 这个妖怪在这个洞里 他是两个人 第一个是孙大炮 第二个是蒋光头 他们合体在妖怪身上 分不同时间段 妖怪分别代表孙大炮和蒋光头 因此啊 玲珑剔透 你想一下蒋光头就知道了 这个形容他更加贴切 后面那个五彩 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啊 就是这两个字啊 也是在西游记中 只出现一次 所以啊 他有特殊含义 这说的就是 孙大炮著名的五族共和 五族共和的本质 就是事实上分裂中国 所以作者把这个写在最前面 三炎四处 这个三炎 在西游记中不止一处出现啊 但是也不多 可是三炎四处在一起啊 一块出现 只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这里 另一个是西游记前面的故事 非常前面 是碧瓦温 碧瓦温那个时候 所以我觉得这里啊 也有特殊含义 三炎呢 是说 孙大炮的 最著名那个 三民主义 民族 民权 民权 民生 四处呢 是四句话 驱逐打鲁 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 这都是孙大炮说的 我们注意一下啊 就是三炎四处啊 说的是一个建筑的外观 就是大家看起来的样子 这就是孙大炮理论的装饰 而颜色呀 就是本质了 那个五彩就是本质 这就是西游记的表现手法 颜色一直是分东西路线的 这个五彩说的就是 五种颜色混杂在一起 而本质就是 那五个民族混杂在一起 实际上就是分裂中国 这才是孙大炮的核心目标 在这个时候 作者点出了这个 现空山无底洞 这里就是妖怪的老巢了 那么这个地方 现在它又不再是广州了 这里呀 现在来到了民国时候的上海 上海滩开始了 孙悟空说呀 妖精把一个架子支在这里 这意思就是 民国政府 不论是孙大炮的 还是讲光头的 它都是个空架子 而他们的大门向哪边开 人民不知道 大门向哪边开 就是说向东还是向西 这说的就是路线 民国的政府啊 从孙大炮到讲光头 都是打着爱国旗号的 可是当时的人民 却看不到大门 就是说他们嘴上说爱国 其实是卖国 大家当然看不到门了 接下来我们看啊 作者写到 山脚下有一块大石头 这个大石头 这个大石头 我换个发音 用类似天津话来说啊 在戒就是石 就是戒石 这个戒石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讲光头 它字戒石 讲戒石 然后说这个 这个大石头 石与里方圆 说的就是上海滩 上海滩号称 石里洋场 而这个正中间 正中间说的就是 蒋中正 蒋光头 它本名叫蒋中正 它是字 解石 那么中间有个洞 爬的还光溜溜 大家想一下啊 那个大石头 中间有个眼 你从天上看 这不就是一个铜钳吗 铜钳中间有个眼 是穿绳子用的 所以呢 这里作者巧妙地点出 民国政府和孙大炮 尤其是蒋光头 他们的本质啊 就是弄钱 多少钱都不够 因此这里才是无底洞 此时孙悟空说了 我打了那么多妖怪 却不见这样的洞府 这说的什么意思呢 这意思可是太深刻了 就是说民国以前 你从清朝向历史看 都是朝代更替 都有个皇帝 这个看起来 这个脉络还是比较分明的 然而到了民国时期 因为人间发展到新的阶段 表现出来的政治体制 就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于是啊 这个全新的民国政府 就和之前的历朝历代 看起来就完全不同了 没有皇帝 有了个总统什么的 所以孙悟空说 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因为这是一个全新出现的 极具欺骗性 所以欺骗了当时那么多 中国的老百姓 这时候孙悟空要猪八戒 先下去看看 猪八戒说呀 我不去 我身子笨重 我一去呀 就弄塌了这个地方 掉下去 不知道两三年 能不能到底 这句话意思是啊 猪八戒代表当时的军阀 军阀没有应对 这种国际新局势的思想 他们只是想着打呀 我们打 打到最后 我自己还是个皇帝 而猪八戒说的两三年 是天上时间 天上两三年 对应人间 七八百年了 这就是说呀 如果军阀赢了 当不了 当了新皇帝 那么他就和之前 七八百年的历史一样 不过是朝代轮回 这也就是说 两三 这就是说 两三年都不能到底的原因 因为你再向前 他还是皇帝 然后这个孙悟空向下看 他看这个洞 伸多少啊 三百余里 大家想想 哪有三百多里的一个洞啊 那得多伸啊 这说的实际就是 满清三百年 你算是后经就是了 这个洞就是满清历史 而洞里面的妖怪 就是满清的延续 也就是孙大炮加蒋光头 他们其实是满清的后代 他们根本不是新中国的开始 他们反倒是满清的尾巴 此时呢 孙悟空将马拴在这个牌楼上 白龙马代表路线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 民国时候 中国的路线 是这个民国政府决定的 就是孙大炮 尤其是蒋光头 他来决定的 其实就是卖国路线 然后孙悟空说 我进去把妖怪打出来 猪八戒 你在外面等着 我们一起打死他 猪八戒代表军阀 孙悟空代表革命者 这就是统一战线 因此大家现在就理解 老人家的做法了吧 他是联合一切能联合的力量 打击真正的 也是最大的那个敌人 打死了他 问题就解决了 因为那些军阀 他并不是卖国贼 而这个 其实这里说的就是 孙大炮 蒋光头 是真正的卖国贼 老人家联合军阀 把卖国贼打死 剩下的事就是国内问题 就好解决了 说完这一切 孙悟空就跳到洞穴里面去了 这时候大家看看 作者描写的孙悟空 是彩云万道 锐气千层 这说的就是 真正的革命者 他们一心救中国 所以才由 彩云和锐气 笼罩全身 因为他们是民族的希望 是民族的英雄 接下来 作者说这个洞里面 也有阳光 也有风 和孙悟空的水帘洞一样 也是动天伏地 其实这就是说的 神州大地 大家要理解这个意思 满清 他们只是霸占了神州大地 并且在表面上 弄脏了神州大地 就是弄脏了神州大地的表面 而这块神州大地的本质 是动天伏地 是全世界 全球 唯一的一块 神仙种子诞生的地方 是天下唯一的好地方 这时候呢 孙悟空看见一座 二滴水的门楼 这个也挺有意思 水呀 代表满清 二滴水 或者说两滴水吧 什么意思呢 这说的就是历史上 宛如闹剧一般的 张勋复辟 1917年6月份 张勋 就当他是一个军阀就好了 他带领一群辫子兵 杀入北京城 然后他把满清最后一个皇帝 他又扶持起来了 同时呢 他还让全国各地满清的 以老以少赶紧来北京 咱们大清朝又起来了 当时康有为 还被张勋封了一个大官 可是这一出闹剧啊 好像是仅仅过了12天吧 反正很短的 就被段祺瑞带兵扑灭了 但是啊 大家看一下啊 你看张勋这个 你看他是闹剧 那是你在人间看 那是一点也不错 就是一出闹剧 可是呢 如果你仔细思考 你就会发现 张勋复辟 他直接的后果 是孙大炮 借机发难 1917年呢 就是1917啊 就是护法战争开始 孙大炮 为什么发动护法战争 根源就是这个 张勋复辟 所以你看啊 张勋复辟 如果你觉得这个张勋 他疯了 那自然你也可以这么解释 可是如果你从真正的逻辑来出发 那么张勋 他明显是为孙大炮打前站的呀 他不复辟 那个孙大炮 哪有这个原因挑动西南军阀呢 对吧 所以啊 这个两滴水的门楼 被作者在这里特意写一下 而且是一进去这个洞啊 就看到 说的就是张勋和孙大炮 他们是一伙的 他们在一起演戏 因此这个门 是在这个洞穴里面 是满清的一部分 只是这个张勋呢 他太弱了 段祺瑞又太能干 他们的剧本啊 就没有演完 现在我推测 真正的剧本应该是 张勋复辟了满清 然后段祺瑞 就是北洋政府 他不敢轻举妄动 这个时候 此时的孙大炮 他再带领这个西南军阀 打着推翻满清的旗号 杀进京城 这样呢 他就有一个 更加高大上的旗号 因为推翻满清嘛 他的声势和名望 就更加的强大了 然而这个段祺瑞太精明了 他不等孙大炮走完剧本 他直接就把张勋给打跑了 于是这个剧本啊 就脱离了原来模样 结果呢 孙大炮就被西南军阀给赶跑了 你看啊 我们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 尽管啊 西方神仙在天上安排好的剧本 可是呢 我们人类也是能在人间对抗西方神仙的 因为西方神仙挑选的演员 你比如这个孙大炮 他还是一个人 他不是一个神 所以啊 他只能在人类的规则内行动 而他自己呢 是根本没有本事 所以他才被各路军阀耍得团团转 你从这个北洋军 这个段祺瑞 袁世凯 还有那个 那边南方的陈炯明 他们都是把这个孙大炮 就是当个玩具似的 甩来甩去 这个两滴水 大家看明白了吧 作者写的是多么的传神 张勋复辟 就好像小小的两滴水 连一点波澜都没弄起来 就没了 不过这个事呢 因为非常重要 是一个大阴谋的一部分 所以作者给他写了一个门楼 如果张勋复辟 只是张勋这个人 他自己的想法 那么就这点屁事啊 作者可能会说 石头上滴打出两滴水 而不是说有个两滴水的门楼 门楼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含义很深刻 这里说的就是 张勋和孙大炮 联合起来的阴谋 现在我们清楚了 这件历史事件 你再看孙悟空 他就变做了一个苍蝇 苍蝇逐臭 说的就是 这里啊 也就是孙大炮 蒋光头 臭不可闻 那时候啊 孙悟空看到了女妖怪 这里有详细的描写 这段描写呢 也是极为重要 我一句一句的说啊 先说啊 妖怪坐在草亭 大家想一下啊 那个洞如此华丽 都玲珑剔透了 怎么妖怪还在草亭子里呢 这说的就是 民国政府 包括蒋光头时代 就是草台班子 干不了正事 同时也说明这个颜色 草啊 是青色的 就是代表满青 而这个妖怪的模样啊 就更加俊俏了 俊俏是和从前比较 第一次是黑松林里面 那时候直接说 妖怪就是慈禧太后 这里的妖怪 是代表一个个政治人物 和政治形象 那时候的慈禧太后 就是老妖婆 自然丑陋不堪 而第二次 就是镇海禅林寺 这个妖怪 代表马拉列车思想 可是这个思想呢 在民国是民间传播 所以还不能上台面 第三次就是现在 这一刻 这一刻有了民国政府了 那就是草台班子搭起来了 自然就漂亮多了 这个妖怪的模样啊 作者也有仔细描写 说他头发好像堆积起来的乌鸦 这本来说的是乌鸦颜色黑 头发黑是好事 显得人年轻啊 可是这里实际说的是鸦片 我记忆中啊 好像这个剪光头就抽鸦片 曾经呢 还有孙大炮 我好像记得他也抽鸦片 但是我现在去网上搜啊 那是一点这方面的资料都没有了 起码我没有搜到 所以啊 我就不说他们俩抽鸦片了 我说一个民国政府和鸦片有直接关系的 就是啊 孙大炮 蒋光头 他们在明面上 在台面上都说 咱们要禁烟呀 新生活了 新中国了 不能再抽鸦片了啊 不能抽 那也不能卖 对吧 可是呢 他们实际上却私下允许贩卖鸦片 他们就抽这个鸦片的税 就是 你贩卖鸦片我不管你 但是我要抽你的税 他们用这个钱来发军响 维持政府运转 所以啊 你看这不是明着一套案例一套吗 而这个是确实的历史真实 大家随便一搜 很容易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估计这个是实在没法隐瞒了 范围太广 时间太久 牵扯的人太多 不好隐瞒就改不了了 而如果那两个人 他真的抽鸦片 那这些东西 他就被偷偷删掉了 反正我现在查不到了 我说一个啊 就是现在很多人 还洗白当时的上海滩 三大著名黑帮 就是黄金融 杜月笙 张晓琳 他们三个就是卖鸦片的 而蒋光头和他们是一伙的 这三人是青帮 蒋光头就是败在他们门下 蒋光头本身就是青帮的一个分子 青帮就是卖鸦片的 所以蒋光头 你说他和鸦片 怎么能关系不密切呢 这里说的堆鸦 表面说头发 实际是说这个鸦片烟呢 堆积如山 后面说了 妖怪身上穿这个绿色绒花笔甲 这意思就是满清的绿色 可是上面有绒花 就是满清的荣华富贵 被民国政府给继承了 这个就不是大褂了 而是一件笔甲 我们当马甲看就好了 穿着马甲这都装了 换了个样子吗 就是他们穿着满清的小笔甲 满清那点遗产 他们却拿走了 这个大家想一下吧 蒋光头从大陆跑台湾时候 是不是将大陆的黄金搜刮一空 所有财富能带走的 都带走了 这就是一脉相传 此时孙大炮还在 蒋光头没跑 所以他们是拿了满清的财富 只是这个财富呢 太少 连大褂都不能做 只能做个小看尖 后面那个一对金莲呢 说的就是满清的小脚啊 那个手指好像春笋啊 春天是绿色 一个意思 也是满清啊 而且这个春笋是刚发芽 对吧 就代表民国政府 这个新生命成立不久 宛如春笋 后面说 朱唇好似樱桃 还滑粒 就是说 他们嘴巴上 宣传着光明的思想 光明就是火 就是红色 可是这只是他们的谎言 滑不留守啊 就是胡说八道 这几句话呀 就是给民国政府和孙大炮 剪光头 这俩人定性了 他们就是满清的延续 他们的目标是卖国 彻底卖光 因此啊 大家看看啊 为什么现在孙大炮 竟然每次重要日期 一定要抬出来 而且要摆在老人家的前面呢 这就是西方神仙 在人间的手段 他们要继续篡改历史事实 新中国是老人家一手建立的 和孙大炮没有半点关系 相反的 其实老人家就是打倒了 以孙大炮为代表的满清卖国贼 才能建立新中国 可是呢 汉奸一直在人间呢 老人家他在人间 他也要遵循人类的规则 他面对这么多汉奸 他有时候也没有神仙的办法 对吧 他在人间他也是一个人呢 他也就无能为力了 但是到了现在啊 既然神仙让我把西游记这本天书啊 翻译给神州人民看 那么显然 最重要的还不是历史 而是现在呀 我说的这句话啊 这些话啊 不是我有资格说出来的 这是神仙要直接告诉大家 民国的本质 和孙大炮 讲光头的本来面目 以及现在我们面临的困难局面 只有当神州人民呢 真正认识到 孙大炮的本来面目 他才能被踢到一边 再也不能阻挡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否则啊 我们前面总有汉奸卖国贼挡住阳光 我想啊 神仙现在让我做的事 就是正本清源 让老人家的思想再次铺满神州大地 而且神州大地啊 再也不允许有汉奸卖国贼存在 起码他们的形象和思想 言语不能存在 孙悟空啊 这时候就笑了 他说 真有这话 这是什么话呢 就是猪八戒说呀 妖精要和唐僧成亲 这意思就是 满清的思想 改头换面 要继续以孙大炮 蒋光头为代理人 继续统治新中国 此时的唐僧 在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称 神州的合法政权 这个不是说 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 而是说 人民内心认可的 就是说呀 孙大炮 蒋光头 为啥极力美化自己 就是为了寻求 神州人民的认可 这里的唐僧 我们可以认为是 神州的民心 此时呢 孙悟空飞到了一个地方 是东边的走廊 这就代表立场 是向东的 而上明下岸的 红纸格子 说的就是 当前局面 上面明 是说 已经有了 觉醒的革命者 在追寻 真正的光明 下面岸说的是 大部分神州老百姓 还处在愚昧之中 这个格子是什么呢 就是隔阂 西方神仙呢 它有很多手段 其中关键一条 就是让革命者和人民 甚至我这里 都可以不说人民 我直接就说 是当时的农民 大家更有直观感受 就是啊 西方神仙 通过很多手段 我直接点出来吧 就是马拉列车思想 它让革命者和农民 给切割成了 两个不能沟通的部分 我再说的明白点 就是这个 马拉列车思想 看起来很美好 它创造了好多名词 那是一堆一堆的 但是你这个思想 你能让农民 很快弄懂吗 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马拉列车呀 主要是说 资本家和工人 但是当时的中国 九成九都是农民 他们不是工人 他们也不知道资本家 也没见过这些工厂机器 而我们看看 当时接收了 马拉列车思想的 年轻革命者 他们呢 就是中国的巴黎公社呀 他们频繁在大城市 直接和资本家对抗 这就是真正的 马拉列车思想 要达他的目的 推动革命者去冒险 去送死 一方面 农民根本不知道 你们这些革命者 在干嘛 他们不会支持你 也不会跟随你行动 另一方面呢 已经觉醒的革命者 全在马拉列车思想指导下 自己在大城市 大城市啊 他就自己送死 而他们 就是这些觉醒的革命者呀 并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 他们还以为 我这就是在救中国 然而呢 他们这么做一万次 那也救不了中国呀 反而是让中国真正的革命力量 早早的都被屠杀了 被损失干净 我们现在能明白了吧 当时是谁在疯狂推动 城市的革命者 去冒险 去送死 这个人 这些人 是谁呢 大家能想到 这些人都是谁吗 而又是谁 真正带领中国走出黑暗 又是从哪个地方开始呢 这就是老人家 他的秋收起义啊 是在哪里啊 是在农村呢 咱们就是要避开大城市 不能白白冒险送死啊 这就是格子的真正含义 是隔阂呀 其实啊 我再跟大家说一句实话啊 也是说了无数遍了 就是这个格子啊 还有上名下案 一开始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写下这段文字时候 我都不知道 我还以为这代表 围剿和反围剿呢 但是啊 当我开始准备 就是以围剿和反围剿 来解释的时候 我突然就知道 格子的真正含义了 就是这么神奇 所以说这个解释 本来根本就不在我的脑袋里 但是当我写下来的时候 它就出现了 所以这只能是神仙告诉我的 它不允许我错误的解读 解读成围剿反围剿 这个似乎对 但是距离真正的本质 差太远了 所以它就直接告诉了我本质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啊 孙悟空 它一头撞破格子眼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老人家发动全国人民 其实就是从农村 从农民这个阶级 开始宣传革命救国 这就是打破了西方神仙 特意制造的革命者和农民之间的 这个组阁 它被老人家给打破了 老人家让革命者和农民 有机的结合到一起 这才有了后面的新中国 这就是让全国人民都觉醒起来 西游记的作者啊 神仙呢 深公报 他就用孙悟空撞破格子眼 直接把老人家如此而伟大 如此伟大而关键的一个战略 给你说明白了 因此大家看看 作者能不是神仙吗 就撞破格子 四个字 就把这件事的本质说的多么清楚 如果我不是解读西游记啊 而是写一本这方面的书 那简直可以写几百万字 都不带重复的 这说不完呢 好了啊 继续说下面情节 孙悟空飞到唐僧的光头上 为啥是光头呢 因为帽子没了 帽子就是官职啊 唐僧以前是代表皇帝的 现在特意说他光头 就是他代表的那个人物变化了 平民老百姓 农民 他们没有帽子 就是没有官帽子 唐僧这时候就是神州人民 孙悟空说 你也就是唐僧 你要不就和这个妖精成亲吧 这就是说 神州人民你们就不要反抗了 这不是孙悟空的意思 而是作者要让 神州人民说话 唐僧就说 我一致坚决一心取经 我们注意一下啊 这里就连取经两个字都没有了 他只是说 我一向西来 就是都不提西方邪经了 只是说 神州人民坚定的意志 这里特意提了原扬 原扬啊 在这里就是说 神州人民最纯粹的符合天道的精神 半点没有丢 所以神州人民是要坚决战斗的 永远也不对西方神仙 和各种邪恶势力妥协 好了 这一集就到这里啊 这时候下一集就是具体战斗了 那对应了历史上一个个著名事件 我下一集再说 再见 好 好